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北京时间1月11日,沃尔玛宣布将在特朗普政府开始减税后,提高公司员工的挤薪,增加新的福利,并为符合条件的员工发放奖金。 据CNBC报道,沃尔玛宣布,公司将把美国小时工的挤薪水平提高到11美元每小时,同时将产假和育儿加这项福利时间延长。 目前,沃尔玛的每小时挤薪为9美元,直到工人完成培训项目后,才能涨到10美元每小时。 沃尔玛还将向符合条件的员工支付每笔高达1000美元的一次性现金红利,支出总额约为4亿美元。 奖金将由员工在公司的服务时间决定。 拥有2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员工将有资格获得全部1000美元,而在公司有2到4年工作经验的员工就只能获得250美元。 在沃尔玛工作5到9年的员工,可以获得300美元的奖金,工作10到14年的员工将获得400美元奖金,工作15到19年的员工将获得750美元。 该公司还正在考虑增加一项新的福利,为希望领养孩子的雇员,提供财政援助。 每个孩子可以资助多达5000美元,以师傅领养中介费,翻译费和法务费用等。 沃尔玛首席执行官道格·奈德·麦克·米伦,当格·奈德·麦克·米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 Otco,税制改革,使我们有机会,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竞争力,让美国更快速发展。 Otco,他补充说LB,Q,我们现在正处于平,估税务改革。 为我们所提供的投资方面影响的阶段,积极低影响会进一步壮大我们的业务,这将有利于我们的股东。 但是,一些阻止于我们进行投资的方式,是明确和一致的,即为客户降低价格,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工资和培训,以及对公司未来包括技术在内的投资。 Otco,沃尔玛方面表示,这一变化将有利于公司超过100莫按小时计费的雇员,最早将于2月开始生效。 沃尔玛计划在即将到来的财政年度,增加工资支出约3亿美元。 与此同时,该公司表示,它仍在评估新的税务立法,以及沃尔玛将如何受益,以及这可能会导致何种LDQUO,潜在的额外投,自LDQUO,沃尔玛计划将在2月20日公布季度盈利时,分享更多关于税,改其他影响的细节。 在此之前,美国银行、杰篮航空公司等,已经发布类似的公告,称一半新税法通过,公司则将向员工发放奖金。 美国零售型、业领导者、协会会常、桑迪Bull、Khani D. Sam I. Kennedy在去年12月底表示,Ertco,更公平,更具竞争力的税法将赋予零售商对商店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能力,对其员工队伍进行投资的能力,以及继续改变消费者、购物体验的能力。 Ertco